大家好 听一听古楼大爷对比呢 以前和现代的衣服 真是太精彩了 记得那时候 说人家 你瞧人家家里的经济小店好 人家穿的那个衣服的布料 是纯毛花的泥的 什么人子泥的 这类的 人家也不是像前代是好 您那个 您那衣服做的倒不错 好 大后背好 露着 对不对 对 那你说你这个一共才用几块布啊 是 对不对 还没一个裤子不大呢 您能做个大裙子 是 您说您露多少 对 好家伙 这裙子好 卖你 好几万 好几万 还好几十万呢 还有 对 有 对不对 对 你说这种人 你穿到这外面去 你认为你好看吗 嗯 自己可能认为好看 是 有个性 你那个 这叫什么个性啊 这跟谈不上个性 这就叫什么呀 说那个话不太合适 这小点声说 就是不要脸 哈哈哈哈 好 你知道吧 这东西就说什么呀 你脸 只要你脸不要了 这就叫什么呀 就无敌了 嘿 好 对不对 对 还感觉你美呢 走大街上的好 穿着的叫什么露背装 对 好 您那身上没有三块布 呵呵 都裹不颜色 对 对 其实真正美嘛 不见得 哦 你看这个 中国 从这个民族服饰来讲 从历史上来讲 一直到今天 你看那些 讲这个历史的这个 人家那个 介绍中国历史服饰的时候 我好像没看见过 有露背装 露这装 露那装 对 对不对 这东西就说什么呀 它还有一个什么呀 民族的东西 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服饰 对 现在的这些人 都什么呀 这就叫什么呀 所谓的就是 我有钱了 我得买那十几万的 二十几万的 甚至更高的 我得定制去 我得上那买去 对不对 那不是 这叫什么 世界上那不是最聪明的什么 这叫巴黎时装嘛 对 对不对 我得上那买去 上那买去 实际上什么呀 都是蒙你的 你这些人上那去买去了 是 人一看你来了 哎呦 这钱多 本来这件挂的呀 这件衣服摆在这儿 没人要 你一来 你知道 人一看你这 这就是穷人扎富 卖别人五块钱 你一来一问 说这裙子多少钱 三十八万 所以就好像是有一个电影 李承如演的 对 叫什么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对 有这话 好像他有那么一句词 有这话 是不是 是有 没错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就说的 这就说明什么了呢 李演的这个就说明 说明这些人 他不知道什么叫好 是 他认为贵的就是好 其实截然不是那么回事 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东西就是 你说这个电影里都演了 都干上你们了 对 这就是讽刺他们这些人 对 瞧我这个 我这包LV的 我这小汉山好家伙 哪出的 哪个大名牌 是 对不对 其实呢 骗的就是骗什么呀 骗这些没文化的人 是 他要真有文化了 不会出现这种骗子 好 大爷说的好 感谢观看